今日话题,为什么农历误差如此之大,能润一个月? 其中一个高赞回复是这样回答的 农历那不叫误差,公历的月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 基本就是一年12个月定死了 但有趣的是,什么是年,什么是月? 月亮绕地球一圈叫一个月,地球绕太阳一圈叫一年 仔细想想,这月和年真的有联系吗? 凭什么你月亮绕地球12圈,地球就正好要绕太阳一圈 月亮绕地球一圈大约是29.5天 而地球绕太阳一圈要365.25天 所以问题就在这,把年和月定死本身就不符合月亮变化规律 公历为了年是正确的,已经使月完全丧失了意义 月无法再代表月亮的圆缺,就失去了原本月的意义 而农历不同农历规定 每月初一,必定是数月就是几乎看不到月亮的那天 但月有29.5天啊,那怎么办?古人很聪明 农历月是29或30天交替的 所以农历的月是真实代表月亮变化的 但这又有问题,年怎么办? 月和年并不是整齐对应的 于是便有了润月,什么是润?就是多出来的 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农历12个月是354天 但一年有365.25天啊,少得11.25天怎么办? 没错,就是润月 润月的真实含义就是相比年月亮多绕了几圈 所以每二到三年一润将年补齐 但农历以月为主,那就意味他无法精准表示年 比如冬至之类与太阳有关的日子 别小瞧古人的智慧,其实我刚才已经说出答案了 冬至就是答案 冬至是什么? 24节气 没错,季节是和太阳相关而不是和月亮相关 古人早就发现了这点,但继续影响农业 所以农历将太阳变化的重要节点标记上 这就成了24节气 所以为什么农历的算法复杂,原因就在这 以上种种才构成了农历 所以你还觉得润月较误差吗?